Hello,大家好,我是這裏灣區西部華僑城的銷售李國創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項目的周邊區域圖 現在大家在看紅色黃色圈圈裏 就是灣區西部華僑城的周邊的辯報圖 亦都是屬於我們紹興新區的一個體動區 亦都是最核心的位置,18平方公里 而綠色這個板塊就是屬於我們華僑城的 整個項目是8000某,總頭只是390億 是佔了整個紹興新區的五分之二都是屬於我們華僑城 而且我們華僑城的分析的板塊是這樣的組成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華僑城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交通樓樓 這個就是我們邵慶城最好的交通樓樓 我們是邵慶東站,另外項目最近的位置只有500米 最近的位置500米 而且上壓一點,19年的時候 我們都開通了一條從邵慶東站往香港西九龍的高鐵 全程大概是90分鐘 就是因為這條高鐵的系統帶來我們邵慶市 很多港資投入 好像我們這個香港地工大學 香港公開大學 還有一個香港城 都已經在我們邵慶市落地下落 而且還有一條就是南港和貴港高鐵 通往中國大西南方向 比如港西、四川一帶等等 而再講回我們這個高速的樓樓 而我們項目非常近的就是一個軟柱高速路口 和一個領慶高速路口 從我們項目開車過去大概五分鐘 五常下一個車程可以去到高速路口 上了高速三十分鐘 三個小時都可以通往 到我們這個百人機場 再講回我們 再講回我們邵慶市裏面 這邊就作為我們邵慶新區的一個行政板塊 分別有我們新區故意會 新區行政中心 和新區收務中心 而且現在都很多大型的外資品牌 在這裡掛牌 再講回我們這邊一點 就是我們邵慶市最好的一個醫療配套 分別有我們這個中山大學附屬醫院 和北大康復醫院的 從我們項目過去是非常之近的 兩個紅綠燈就可以去到這個醫院 對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娛樂板塊 分別有我們這個觀景塔 和一個新區的體育中心 而且在18年的時候 我們廣東省的省民會 都在這裡舉辦的 加上我們邵慶很多大型的活動 例如跨年等等都在這裡舉辦 再講回我們項目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整個項目 都是醫水如建的 我們是從頂湖山和九龍湖 流出來的活水 貫穿我們整個項目 然後再來到二陽湖 最後再到西江河 整個項目都是醫水如建 我們都是保護這些原生態 去打造這個項目 我們整個華橋城 是分四的辦法去組成 首先是住宅 分別有我們這個神水岸 和這個 越湖半 和一個香山里 和一個天鵝堡 而且這個就是我這個卡克星球 這個卡克星球是華橋城的第六代產品 我們近代產品是神德華橋城 這邊就是屬於一個領南水街 這個領南水街 是打造一個全紹興市最大一個收入配套 詳細我回沙盤跟大家介紹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華橋城的一個沙盤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品牌展示中心 而我們項目是從燕陽大道 接駁回鼎湖大道一直去到樹慶東站 樹慶東站大概在這個位置 再多過來吉慶大道 這個園區裏面都是屬於我們華橋城的 整個項目是分四的板塊去組成 首先我們要住宅另一板塊 這裡還有後面鄉山里和天鵝堡的 就是這個板塊 這裡就作為我們一個娛樂板塊 有我們的卡克星球 然後就是一個邵慶市首個文化產業園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領南水街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卡克星球 因為卡克星球是屬於我們華橋城的第六代產品 近代產品就是我們神德 神德大良那邊 我們都有一個華橋城項目在那邊 而且我們這個卡克星球 到時是比神德的風浪海岸要大1.5倍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神德那個 神德那個當時我們開業半年時間 吸納的核流量是到兩百多萬的 這些都是有數極可言 而且我估計以後我們這個卡克星球開業之後 年核流量是到四百萬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少慶 少慶暫時來說是沒有這麼大型的陪圖 少慶運浮 甚至乎廣西一帶都是沒有這麼大型的主題公園 所以以後那些遊客 我們覆蓋的遊客 不單單是少慶運浮這麼簡單 從廣西四川一帶坐車過來坐高鐵 來到我們少慶東站 再打車來到我們這個卡克星球 大概是五分鐘左右的車程 可以來到 再說回以後面的設施了 我們分別有傳統一些的過山車摩天能之外 我們都添加了VR體驗館 雲步樂卡克小鎮等等 一系列的娛樂設施 是一個全靈化的主題公園來的 再分享這邊了 就是為大家是這個卡克文化啟業員 他也是我們少慶市首個文化啟業員 他是用來做一些給年輕人做研究開發的地方 比如手機開發、VR開發 和我們這個中央商務區 是成為一個中軸線的 中央商務區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俗稱的CBD 因為少慶市暫時來說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CBD 其他寫字樓都是分好散 所以以後我們都聚合回這裡 就打造成像未來珠江新城一樣 因為少慶市現在加入了越廣澳大阪區九市之一 少慶本土的有污染的工廠都遷了其他城市 留在這裡的都是他們的寫字樓 辦公的地方 以後就回到這個位置 而且也有很多外資企業都回到這邊收地 到時這邊做一個辦公用地 旁邊這兩棟就是我們華僑城的辦公大樓 華僑城辦公大樓在這裡 高度是200米 這個就是時尚瑞灣 都是我們華僑城的打藥術 再回到這邊 就可以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嶺南水街 這個嶺南水街 我們採用了嶺南建築風格 打造一條旅遊區 未來這裡是一個旅遊區 我們入面有生態 有娛樂 餐飲 休閒娛樂餐飲 旅行 酒店 於一體 到時都可以打造回那些 都像華僑城自己打造出來的旅遊區 都會印證於大型的知名品牌 到時在這裡都可以購物 我們現在買的是神水岸 神水岸 神水岸 神水岸就是一個系列 屬於華僑城最高端的一個系列 邵興有一個神水岸 神德 甚至乎我們總部深圳都有一個神水岸 你再看回我們這個會形的結構 例如我們一號樓 它是一個內八字形的結構 亦都是邵興市首個設計的樓盤 我們的好處就是不會流望樓 作為一個業主的隱私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每一棟每一戶的採光性 通風性非常好 東南向 坐向方面有東南向和西南向 東南向就看回卡拉星球 東南向的景觀就看回卡拉星球 西南向的話就看回邵興市 最大的一個濕利公園 二陽湖 湖景的話就每年四季 湖景都是不一致的 都非常漂亮 現在賣的一號樓 和二號樓 四號樓 和最後是六號樓 都是兩梯四樓 一樓作為我們隔空層 二樓到三十三樓作為我們住宅 兩梯四樓的組成 都是三房四房我們都會有 好似一號樓 一號樓 一百二十八房 一百二十七房 作為四房 中間兩個一百零五房作為三房 區位和沙盤 基本上都為大家介紹完畢了 接下來就大家去我們這個板房參觀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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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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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室岸,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楼盘 你住在每一栋楼,每一个户型都好,都是属于一个单边位 这个采光性和通风性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是方圆一公里 都是没有任何高的建筑物,所以采光和景观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们的项目也是非常接近我们的议仰湖,和卡路星球非常接近 从我们的项目,驾车到卡路星球,只需要5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以去到 而且在美来卡路星球开业之后的景观,灯光也是非常漂亮 对面就是我们的里南水街,里南水街是属于我们邵慶市最大的水源配套 以后也是一个武雄打卡点,西面就是我们的里南湖 也是我们的邵慶市最大的一个湿力公园 而且在我们的华桥城,非常接近我们的邵慶市最重要的 是加东书楼,邵慶东站,最接近的位置只有500米 而住在我们的神水岸,最接近的是我们的邵慶市最大的湿力公园 是二阳湖,整个二阳湖是3000米,三千米的二阳湖 我们正前方,我们神水岸正前方就是我们的里南水街 也都是未来作为首领市最大的一个湿力配套 而且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 东面的话就是非常接近我们的卡路星球 这个卡路星球是整个南中国最大的一个科技主题公园来的 香港人来到这买房是虽然之方便的,因为我们和南洋银行合作了 利息方面都是跟回香港那边,3.2 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主持到这里,拜拜